元朝名相 一律楚才 第一集 一律楚才 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 也就是公元 一一九零年 足于蒙古乃马真后三年 也就是公元 一二四三年 自晋清 好战然居士 西齐丹皇族的后裔 及辽东丹王 突裕的八世孙 是元代著名的政治家 是中华民族历史上 工业卓著的杰出人物 他从政三十余年 历世元太祖 也就是成吉思汗 元瑞宗 太祖的四子托雷 元太宗 太祖三子倭阔台 及乃马真后 也就是太宗的 第六后三朝四代 其得其才 得以淋漓尽致的施展 无论是在用兵西域和南国 出谋划策方面 还是在辅佐君主 引导蒙古走向汉化 容易治国方面 均可谓如龙蛇之四波兰 如江海之放其力 使武功即胜的蒙古军事帝国 大受文质之功效 世人称他为元王朝的奠基者 却非易美之词 一律处才生在金朝中都燕京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的一个 世幻的人家 其父一律吕 本是金代的学者 因其品学兼优 官至尚书幼城 是有很大权力的宰相 一律处才三岁时 父亲孕命 这当然对他的成长 有很大的影响 姓德其母阳世 良好的梳理教育 加上他天资聪慧 自幼勤学苦读 博览勤书 在这青年时期 竟然已在天文 地理 律力 数数等方面 颇有造诣 他生安儒学 修以佛道 精于一补之说 他还多才多艺 善辅勤 好引勇 由于很早就接受了汉化 精通汉文 所以用汉文写作 潇洒自如 而且文思敏捷 下笔为文 似随意挥就 极其自然纯熟 一律处才 成长在动乱的社会中 当时 整个中国正处在 元朝大统一之前的 列国纷争阶段 大金国为最强 其占据中原 统治着北中国 但时过境迁 他的全盛时期已过 国事乃一年不如一年了 南宋王朝 虽在偏于疆所 但时刻也没有忘记 北上收复是地 不时地向北方挑战 立国干闪的西夏 也对称霸中国怀有野心 趁机与南宋交结 在西北方向侵扰 真是诸强对峙 战事频生 此时经过西北部的 附庸蒙古族 也乘机崛起 铁木真 自被本族 推举为首领之后 经过连年的征战 统一了蒙古 金章宗 太和六年 也就是公元 一二零六年 成为全蒙古的韩 也就是皇帝 尊称为 成姬斯汗 是为 元太族 这个新奇的蒙古 更是雄心勃勃 在北方不断地向 金国发动了进攻 金国 对其咄咄逼人之事 难于应付 就在这一年 一律楚才 十七岁 他可以出事了 按照当时金国的规矩 他这个宰相之子 想要赐补省院 也就是协助政府部门的长官 掌管文书 处理日常事务的 官职的特权 可是他本人希望 参加正规的进士科学 张宗认为 旧的制度虽然不可更改 但是考试 更可以发现人才 于是 斥令他应期 当面授考 在同事的十七人中 耶律楚才 独领风骚 愿力之职 自然成为他的囊中之物 从此 他便步入了政界 此后 他还曾任职 开州同志 成吉思汗的蒙古军事政权 确立之后 靠着极其强大的军事实力 开始向四邻征战 为了免于受到西夏的牵制 成吉思汗决定在攻进之前 先用兵西夏 公元1205年至1209年间 成吉思汗对西夏攻伐三次 大大的削弱了西夏的力量 使之没有出外征战的能力了 接着 经过了周密的部署之后 从公元1211年起 成吉思汗便大举进兵金国 一走下坡路 却一意图谋 微服难送的金国 哪里是成吉思汗的对手 蒙古 所至都役皆一鼓而下 樊破九十余郡 直到濒临金国中都燕京城下 金宣宗真幼二年 也就是公元1214年 金主完颜永济 为了逃避蒙古南下的威胁 一面伪送其女入盟 以和亲争得金国喘息的时间 同时决定把首都南迁治便 也就是今天河南的开封 一例储财的全家 随同南下 只有他本人被任命为 左右司马园外郎 执掌上书六部日常的张奏 协助金国幽丞相 完颜成辉 留守在中都燕京 十年二十四岁 成吉思汗十年 也就是公元1215年5月 围攻燕京与链鱼的猛军 一举攻克了燕京 又丞相完颜成辉 自尽殉国 耶律储财 眼看着金朝的大势已去 于是在承献之后 便将功名之心 树直高阁 空怀惊天伟地才智 绝技于是 气熟投福 在万松老人 也就是行秀的门下 钻研佛礼一去三年 金南的时事 磨练了耶律储财 他等待着时局的发展 等待着实现壮志的机会 成吉思汗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1218年 机会终于来了 成吉思汗既定燕地 他逐渐感到人才的重要 这时 他听说了耶律储财 是位难得的人才 而且又是被金国所灭 与金国又世仇的 原辽国宗室后裔 并遣人求职 询问治国的打击 伊律储财 虽然修生养性 过着隐居的生活 然而 他时刻也没有忘掉 刚割扰攘 生灵涂炭的 深州大地 吉祥 以一棒靠山 伸出双手去拯救 水火之中的 云云众生 都知有雄才大略的 成吉思汗要召见他 他感到了这是一个图谋进取的好机会 他二话没说 即刻应照前往 以便使自己的盖世才华得以施展 有一首自勇的诗 可以表明他此时的心境 诗是这样写的 圣主得中原 明诏求王祖 忽然北海游 不得南洋卧 一律储财 身材高魁 然长病美 极其英武 回答成吉思 海登询问 更是声音洪亮 而且流畅 成吉思汗说道 辽谨世仇 我要为你 吸血国仇家恨 一律储财的回答 十分得得体 那是以前的事了 我的祖父已经入世金朝 既然做了臣下 怎敢和君主 为仇呢 成吉思汗 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 认为 这个人 重君臣之情 又恪守信义 是值得信任的 于是便把他留在了身边 以备顾问 正因为一律储财的 学识冤博 受到了曾吉思汗的宠信 并且亲切地称他为 长胡子 一律储财 此时想的是 历史上 董柱书 辅足汉武帝文质 使得汉家气象恢弘 如今 他也找到了 这样的机会 元朝明相 一律储财 第二集 成吉思汗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一二一九年 成吉思汗的军队 在对自己的宗主国 经过实施了一连串的痛击之后 在军事上 完全取得了主动 于是 除了仅用小股兵勇 继续对中原金帝 蝉食鲸吞之外 集中了精锐之师 进行了著名的西征 攻打 花拉子摩国 成吉思汗对西方的征讨 早在一二零四年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 主要是征服 西辽国 使之领地 净亏了蒙古 在 征西辽过程中 中亚大国 花拉子摩 成与西辽 结果蒙 使蒙古和花拉子摩国 结下了底筹 近来 花拉子摩国王 摩科魏 又背信弃义 杀死了蒙古 派出的使者和骆驼商队 两国又生心恨 这旧恨心仇连在一起 使成吉思汗发誓 非灭掉 花拉子摩国不可 在西征开始的前一年春天 成吉思汗 特地派人到燕京 召请耶律处才 随军西征 耶律处才 十分兴奋 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个锻炼机会 于是 他即刻收拾好 秦建书籍 凯然上路 从燕京 到成吉思汗的军营 相距甚远 而且 陆势险峻 但所有的这些 都没有阻碍耶律处才 决心报答 清库之恩 见平生壮志的宏愿 他出居云关 过燕北 穿阴山 越沙漠 经过一百余天的长毒跋涉 终于如期到达了目的地 成吉思汗 西征出师的这一天 虽然时值夏天的六月 却忽然狂风骤起 黑雨密布 转身之间大雪飘飘 成吉思汗 有些疑虑 不知此为何赵 于是 立即把耶律处才 照着帐前 不问吉凶 耶律处才 绝非是庸俗的阴阳先生 他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水平 他了解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则 可以测知月时之初 可以修订立法 此刻 他没有简单的按大自然的规律 去解释天象 而是一位精明的政治谋略家的思维 把这个天象的解释 添上了政治内容 他巧妙地利用 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蒙古将士 对天文 星象知识 了解得很肤浅 有非常迷信的心理 以及蒙古军 人人对花拉子魔国的行为 一本天鹰 事事学耻的军心 毅然断然 隆东 促杀之气 见于盛夏 这正是我主奉天声讨 克敌制胜的好兆头啊 成吉思汗 判的就是这种吉祥 于是 发十万大军 离开野儿的施河 也就是今天 俄尔齐斯河 奔了西南越过天山 向花拉子魔国杀过去 公元1222年 蒙古军占领了整个花拉子魔和中亚 可谓冰封西指 所向披靡 此次西征大圣 成吉思汗 认为与一律储财的不及有戏 从此 凡他出战 总是必须有一律储财 随时身旁 预测急凶成败 参赞军政大使 一律储财 也正是利用这种机会 运用自己的温陶武略 产发自己的真知灼见 成吉思汗 这个十分永恨的一代天教 面对西征的赫赫成果 自然是宗武清文 一律储财 也深知这一点 一律以文治国 那就应该不失时机的 利用每一个武文怒墨的机会 向君主来灌输 创制天下 绝不可蔑视文士作用的道理 西夏人 长八斤 因善造工奴 而受到成吉思汗的宠用 这更增添了这位武夫的自恃 他不把文臣放在眼里 常常当着一律储财的面 讥讽说 现在国家正是用武之计 像你这样的儒者 究竟有何用处 一律储财 当仁不让 针锋相对的回敬他说 治功需用工匠 治天下者 岂不用治天下将 这机智的词锋 巧妙的遍及 引起了成吉思汗内心的思绪 是啊 光靠武士 虽然可以夺得天下 然而治天下时 还真得治天下将不可呀 成吉思汗内心折服 此后 他便常对棋子窝阔台说 一律储财 是天赐我家 而后军国述政 当西为他处置 在禁军 花拉子谋国的过程中 一律储财 成立主并且主持 在塔拉斯城 也就是在西辽的都城 虎斯 窝鲁赌西 屯田 这个地方 是中西交通的要道 而且土地肥饶 经济繁荣 这一恢复发展后方的社会经济之举 对于只知道打仗 掠夺财富的蒙古军事贵族来说 从军事活动转变到恢复发展社会经济 意义重大 蒙古军 也正是以此为基地 继继续吸进的 1223年的夏天 成吉思汗回师驻军铁门馆 当地人送来一只怪兽 独角 身形四路 尾巴铜马 浑身绿色 斯鸣声 一无又似人语 成吉思汗感到很奇怪 询问一律储财 一律储财 便从此次西征的军事政治目的均已达到 应今早结束战争的大前提出发 根据古书上的介绍 借题发挥的说 这种兽名叫角端 他的出现表示吉祥 他能做人言 厌恶杀生害命啊 刚才的教义是大汗 你应该早点回国了 皇帝是上天的长子 天下的老百姓都是皇帝的儿子 愿大汗秉承上天的一职 保全天下的老百姓啊 成吉思汗听罢 立即决定结束此次西征 班师回国 1224年 成吉思汗仍取到原来的路线回归 在成吉思汗西征之前 曾向西夏征发军队协助西征 西夏拒不出兵 成吉思汗当时无暇争讨西夏 发誓日后一定要给予惩罚 当西征的归途之中 又后悉西夏与金国缔结了合约 无疑等于火上浇油 成吉思汗立即决定收拾西夏 1226年的秋天 成吉思汗开始了对西夏的争讨 蒙古军很快就攻下了甘州 也就是今天的张业 梁州也就是今天的武威 宿州也就是今天的九泉 当年冬天攻克了灵州 也就是今天宁夏的灵武县 灵州之战 西夏主力消耗殆尽 成炫之后 西夏的首都中兴府 已经成了空架子 1227年6月 夏主请降 西夏至死覆灭 这攻打灵州这个西夏的军事重镇时 成破之后 猛军重将士 无不争虑女子财物 独有一律储财 却取出数部 大黄药材数担 同僚们对他的行为甚是费解 不久 兵士们因立下京东 风餐露宿 多得了疫病 兴得一律储财 用大黄配置的药材救命 所活至万人 这件事再次表明了 耶律储财 慧眼独具 见识深远 耶律储财 势随成吉思汗九年 期间战争时间达七年之久 戎马空荣 狭荒抑郁的环境 使得耶律储财 难以施展自己的全部才华 英雄无用无之地的冷落感 萌生在他的思想深处 然而他坚信 实现美好的愿望 以如数佐证星国的一天 终会到来 元朝名相 耶律储财 第三集 成吉思汗二十二年 也就是公元一二二七年的冬天 耶律储财 终于回到了燕京 在此前 蒙古军事帝国 忙于西土战事 对于那些业余归顺蒙古的周郡管理无方 缺乏完善的社会组织和法律制度 因此派往各周郡的掌励 常常是任情取掠 兼并填地 有得经随意地杀人 其中 燕京刘后长官 石抹贤德补 尤为贪保 所杀势众之人头挂满了市场 面对如此混乱的国情 一律储财十分的焦急 他从巩顾蒙古国长期统治的打击着眼 立即奏请成吉思汗下诏般律 控制社会的混乱局面 禁令办出 即 各州郡如果没有得到奉有盖有皇帝玉玺的文书 不得随便地向人民征收财物 死罪必须上乘国家批准 凡违背词相命令的 其罪当死 绝不清待 由于词法得体 切合实弊 且诚挚条文分明 使贪婪暴虐之风 有所收敛 社会秩序初步安定下来 这一年 成吉思汗病逝 依照蒙古国的惯例 成吉思汗的四子托雷 获得其父的直接领地 即沃南河 即克鲁联合流域一带 蒙古本部地方 并且代理国政 视为元瑞中 在瑞中监国期间 燕京城中 社会质据颇为动荡 有一大批凶恶的强途 势强暴夺 每天的傍晚 尚未天黑 这些盗贼 竟拉上牛车 竟往父后人家去搬取财物 若尽其恶求 便掠财就走 如若稍有不掉 竟会惨遭杀戮 闹得人心惶惶 孤无宁日 瑞宗对此有所闻 认为只有耶律储才 可以处理好这件事 于是特遣耶律储才 和忠实塔查尔 前往旧旨 耶律储才知道 这些杀人越货之徒 如此猖狂 谁也不敢阻廊追究 看来是来头不小 处理起来会有很多的麻烦 但他仍依然前去查办 耶律储才经过细心的查询 很快 并弄清了这些强途 都是燕京留后的亲属 及一些世家子弟 耶律储才 在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基础上 毫不手软的 将触境者 一一缉纳归案 然后 拟出法办意见 此刻 这些恶徒的亲属 都傻了眼了 他们知道耶律储才 执法不必权贵 又不屑钱财 若求得恶子们 减免刑罚 只好把希望 寄托在 暗中贿赂 忠实塔查尔上 以从轻了结此事 很快 耶律储才 便了解到了这一情况 他找到了塔查尔 与之小义大义 指臣厉害 指出此事 并非是个人恩怨 而是关系到社会的安定 国家的前途 若出以私心 处理的不妥 与君主与庶民 都是无法交代 塔查尔听罢 肃然有据 深知有措 并情愿惜听 储财发落 一律储财 见其知错而改 于是继续从他一起 对罪犯 逐以审明性质 依法各有处置 其中 还将十六个罪大恶极 民分最大的手贩 绑腹刑场 销售于世 从此 巨道绝技 严谨的秩序 得以控制 这两件事 在一定程度上 表明了 约理储财 治国的财感 因而在高层 统治集团中 更加增强了 对他的信任 1229年 瑞宗陀雷 已经过两年 按照成吉思汗的 一命地位 应继传太祖 其三子 巫阔台 但此时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拖雷将一权 作为一个 由治谋的梁府 一律储财 清醒地意识到 寒味虚弦 或者措置 与国与民都为不利 在最高权柄的面前 古往今来 骨肉之间 齐斗相亲之事 并非罕见 除了拖雷之外 巫阔台 还有个兄长 查核台 此人向来 性情缜密 为人所谓 也是寒味的 优历竞争者 假若三人 真的是计较起来 彼此不让 结党营私 岂不断送了国运 于是 耶律储财 与巫阔台 面移 商议尽快召开 库里尔泰会 决意寒味 巫阔台四位 早经成吉思汗 亲口不搞 为什么还要召开大会 经过公认呢 这是因为 成吉思汗 曾有一条特立的法治 凡蒙古大汗 如当新旧交续之时 必须诸王族将 及所属的各部酋长 召开公会 一定之后 方可继承汗卫 四年秋天 成吉思汗 本职亲王 亲祖 齐齐克鲁伦河派 义士汗卫的成绩人 会议开了四十天 仍是一而未决 一律储才 认为此事不可救托了 便亲自立件托雷 推举大汗 这是宗庙设计的大事啊 应该早日的确定 托雷仍说 一件不统一 是否在等几天 一律储才听吧 十分坚定的说 此期不可辩纳 一过此日 再也没有吉祥的日子了 图雷不好再敷衍下去 这样 乌阔台就急了汗北 蒙古进入了太宗时代 登基朝仪 是耶律储才精心拟制的 在此之前 蒙古族部落乃至蒙古国 是没有朝拜礼节的 旧制简帅 魏族表示均言 为了确保朝仪的顺利进行 事先耶律储才 选中了查和台亲王 作为带头执行者 储才对他说 王虽是皇帝的哥哥 但却是个臣子 应该对皇帝一礼下拜 若你下拜 做了一个臣子应该做的事 那么就没有人会有意义了 查和台认为此话有理 在正式的登基大典上 便率领众皇族和臣辽 跪拜庭下 这样耶律储才 一举除掉了蒙古国 众首领不相同属的陋席 制定了尊卑的礼节 严肃了皇帝的威仪 圣典进行得很顺利 会后 长河台深有感触 对耶律储才 称赞说 你真是国家的贤臣啊 对于这些出广成性 散漫惯了的蒙古君臣 尽管有了讲究礼仪的好开端 但在日常的执行过程中 有许多人仍难以适应 就连朝会 有些人也误期甚至乱来 为此 乌库台准备惩治那些 唯智的臣子 一律储才日没时机 尚未成熟 过于严厉贸然从事 会引起混乱 他巧妙地进走说 陛下刚刚即位 已暂时宽有 乌库台采纳了他的意见 从轻发落了伪者 果然效果很好 这样恩威病局 反复地整顿 是一律储才 维护并逐渐健全朝廷理智 颇为明智的做法 元朝名相 一律储才 第四集 蒙古帝国 在承接思汗时代 才进入到奴隶制社会 乌库台即位以后 其管理的国域 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 北中国 所以使这位少主 在治理国家上显得力不从心 再加上 英心英格的事太多 真是一时摸不到头绪 此时 全口一律储才 尽心竭力 定国策 立制度 出台了一系列 当务之急的法令 加速了这一民族的 封建化进程 在颁发法令之前 首先规定了 既往不咎的政策 对那些因法律不明 因误处近往 按照当时的老规矩 必杀无赦的百姓们 不追究颁发政策前的 法律责任 或给予从轻法落 这是一纸蒙古 一项滥杀 因祸某种罪过 而死者不计其数的 最有效的办法 同格的一些 陈辽计较他说 说此举时过于阔 一律储才不畏所动 立排众议 反复而耐心的 把得民心者 得天下的道理 讲给太宗廷 终得胜准 此项政策的实施 安定了人心 接着 一律储才 便制定颁发了 18项法令 成为官民 遵照执行的准绳 包括官吏设置 军民分制 复役征收 财政管理 刑法执行等等 这些财职中原先进制度 列为蒙古国策的法令 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决策 对后来正式确立的 连代政治制度 奠定了基础 如实行军民分制后 军职不得干预民事 军队由国家直接掌管 这样不仅遏制了军官的交恒步伐 同时也打击了分裂割据的势力 保证了国家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 此项法令 一直作为元朝的一项基本的国策 蒙古贵族崇尚武功 根本没有税制的观念 他们看不到这样发展下去 会兵强而国促 以近尘别谍为代表的人主张 以牧业为主来保证国用 认为汉人无补于国 可悉空其人以牧业 一律储财 极力的反对这种将燕京农业地区 变成牧场的倒退措施 他深知如今的蒙古国 已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应该实行汉法 大力的发展农业 如果保守的强调序幕 是狭隘的 不合国情的落后政策 他直今了当地给太宗算了一笔账 陛下马上要南征金国 这军需从何而来 仅靠序幕是远远不够的 假使发展燕照的生产 以地税 商税 及盐 野铁 酒 山泽中 可以获利五十万两银 八十万匹薄 四十万弹粮食 足以供给难整 这不是远远的剩余 变农为木吗 吴寇台经过认真的考虑 认为颇有道理 于是他便命令一律储财 全权筹划 立行征税制度 一律储财领职后 即刻在河北一带建立了十路征收税时 临选了汉或女真中有德才的世人 如陈时可 赵芳等名儒出任 一二三亿年秋天 吴寇台在云中行空中 面对着十路磕睡时 陈列在朝廷之上的金银不利等税务十分的欣喜 这时他才真正的懂得了一律储财 离求行汉法的好处 他高兴的对一律储财说 你虽然没利我左右 却能使国用充足 南国的陈辽中 有谁能比得上你吗 一律储财 自欠地打倒 南国的陈辽 比我强的人很多呀 吴阔台 加起功劳 赐以美酒 当即下令 任命他为中书令 也就是宰相 把点半数物的大权全权地交给了他 而且吩咐朝臣正是不分大小 都要禀告于他 他自己也是有事 比与耶律储财商处 以进一步的权衡得失 随着法治的健全和实施 国家日益兴旺起来 但那些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豪强贵族们 到处地散布谗言 诋毁耶律储财 有人说 耶律储财中书令 原用勤就 必有二心啊 应奏之大喊 斩杀此人 耶律储财听了并不计较 他坚信自己的言行 是出意公信的 好在沃克台 自有名察 身责其物 对于谣言传播罪恶者 原燕记留后长官 使抹贤的补 太宗命储财居审之 一律储财 以国事为重 不把个人的恩怨记在心上 宽宏大动的奏请太宗 日后再行处置 这种高尚的品德 很受太宗的赏识 他私下里对侍臣说 储财不计私仇 真是宽厚的长者呀 你们都应当效法他的为人 正是因为耶律储财 京中魏国 处处从大局着眼 实时以设计为重 胆思截律 而且长于韬略 才使得蒙古帝国迅速的强大起来 政权也得以日益稳固 元朝名相 一律储财 第五集 乌寇台寒三年 也就是公元一二三一年 蒙古国经过修养生息 鼓励日渐强盛 于是乌寇台 又把南征灭金的行动 提到了义士日程 其实南征的这一思想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 就已经确立了 蒙古灭掉西夏 就是为了吞并金朝 扫清外围 西夏以往 既解除了蒙古的西谷之忧 又使金朝失去了 犄角之助 乌寇台认为 时机业以成熟 便大举难尽 一律储才了解 蒙军以往战时的陋习 方公成义 聚守者成县之时 部分军民悉数杀计 随着南征日期的逼近 他深感不安 认为网杀滥杀 不但是黎明百姓罹难 而且只能促其军队巨降 临战前 他觐见太宗 为了确保人民的生命安全 建议将河南一带的当地民众 迁往山后 采金植田 让其远离战火 接着 由赵令金国逃难之民 降者免死 有人曾经怀疑 认为降者是危急则降 缓和变逃 还能补充敌人的兵源 实难赦免 一律储才不以为然 建议窝扩台 策造白旗若干 发给降民 使归本土 蒙古兵士不得侵害之 此举不但救活了无数的百姓 更重要的是 消除了中原人民 对蒙军的畏惧和仇视心理 蒙古大军围攻京国的汴京 遭到了金兵的顽强抵抗 双方血战十六昼夜 城内外死伤者多大百万 汴京仍未攻下 蒙古军不能速胜 只好托起疲惫之师 北退至河洛 戴谋破城之术 乌克台寒四年 也就是公元一二三二年的十二月 蒙古军私得良策 其实这是成吉思汗 临终时的一段遗嘱 金京兵 债同馆 南聚连山 北县大河 难以碎破 若贾道于宋 宋今世仇 必能许我 于是 吴阔台便积极地与南宋取得了联系 联合南宋 夹祭京国 此时的南宋 朝廷腐败 国事衰尾 唯恐引火烧身 甘心苟且平安 因而蒙古与之一拍结合 尽管明臣赵范等提出这样做 定然是要终究取获 并提及 112年前的宣河之盟未见 那时 金国联合北宋灭辽 在辽灭之后 金国被盟 装而南下金宋 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但此时南宋政权昏暗一击 宋礼中 在奸臣的蛊惑下 根本就听不进思虑深远的骨贡之言 蒙前使 蒙古结盟 蒙古 一派王吉前往南宋谈判 英云灭军之后 以河南之地化归于宋 乌克台汗五年 也就是公元1233年的正月 蒙古军得到南宋的应援 拂有灰师包围的汴京 此时 金国驻守汴京城外的西面元帅崔利 截得了金后飞等 宋与蒙古军 发动了汴京政变 与蒙军 里应外合 由此看来 汴京已是蒙古军的垂首可得之城 城破 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蒙古军战将 宿布台 在破城之前 特意奏请太宗 沃克台 要求破京屠城 一律储财 文讯后 急忙来到太宗的 营仗奏兵 太宗啊 军士 连连的挣扎 流血牺牲 目的就是要得到土地和百姓 得地而无民 那土地有什么用呢 蒙军松有些犹豫 一律储财 见正面眷券无效 灵机一动 便运用起一个牟律家 智慧的另一面 巧借思域来打动太宗 他说 汴京是辛苦的独城 只能供巧匠 珍奇的文物 掀起于此 如果屠城 大汗 您将一无所获 太宗 这才为其言所动 于是下令 进城之后 只捕杀金国皇族 完颜一姓 其余的一律赦免 这样 思域 蒙军攻破汴京后 由于一律储财 那人心 使汴京城的 一百四十万居民 幸得保全 自此以后 屠城滥杀之风 在蒙古军中 得以废止 金埃松 完颜首续 逃到了菜州 也就是今天 河南的汝南 乌克台六年 也就是公元 一二三四年 将皇位 传于完颜成林 即金墨帝 这墨帝登基之时 也就是金国 秘亡之日 蒙宋联兵 又攻破了菜州 完颜首续自尽 完颜成林 为乱兵所杀 金国在中国北方统治 前后约有一百二十年 至此结束 中原出定 蒙军俘获甚多 但逃亡之人 亦甚多 竟达十之七八 乌库台立下禁令 不准收留陶福 为者密其全家 相设连坐 于是陶福无人敢收留 时速义无着陆 以致恶福便也 一律处才 深安得民心的中药 于是又劝太宗说 中原济平 这所有的百姓 便都是皇帝的百姓了 再说逃民 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为何要因一福求 而连坐处死 数十百人 太中廷满 顿然醒悟 遂取消了此劲 正因为一律处才 实时着眼于 功心为上的战略 处处尽可能地实施 人正的思想 不但使处于战乱中的 众多百姓得以活命 而且使蒙古的霸业 日渐得以巩固 元朝明相 一律处才 第六集 蒙古灭进之后 结束了三权鼎立的局面 形成了长江以北的 蒙古和长江以南的 南宋对峙的态势 双方虎视眈眈 谁都十分清楚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一触即发 至于熟胜熟父 就要看双方在政治经济 和军事上的实力和谋略了 公元1234年的六月 宋将蒙公如约前去 接收河南地区的三经 也就是东经汴梁 西经洛阳 南经商丘 蒙古军则掘开黄河 燕祖宋军 并用武力阻止宋军北上 于是揭开了蒙宋长期战争的序幕 这期间 吴库台也曾试探性的出兵 攻打过襄阳和北川 但均被蒙公击败 吴库台七年 也就是公元1235年 缠弱无能的南宋朝廷 宁愿不要河南 派遣了城府通使蒙古 预约和好 但被蒙古所拒 南宋朝廷哪里知道 此时的蒙古国 正在加紧制定彻底灭亡南宋的计划 蒙古上层统治集团里 有人主张挑起 汉人与西域回汇之间的民族矛盾 使其两相攻杀 蒙古可以坐手渔翁之力 于立楚才认真地分析了形势 权衡利弊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 南宋与西域相去甚远 军队疲惫 水土不服 势难火并 灭亡南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必须集中兵力 采取正面的进攻 和迂回包抄相结合的战略战术 并且提出了一个成熟的灭宋方案 结果是从一律楚才之意 蒙古军出兵三路 为南宋设置包围圈 正面 正面 请阔端 屈山等摔着大军南下 正面 去攻打宋国 西南方向 命苏部台 蒙哥出战 征讨西域 四川和云南 灭到那里的地方政权 东南 由唐古鲁火斥 督战 讨伐高丽 挫败这个不肯臣服的东海小国 这样 三军旗下 锐气方丈的蒙古军 所讨诸若 犹如虎蛆羊 蒙古很快便形成了 对南宋的战略包围 公元1257年 南宋政权 终于在蒙古的体梯下 宣告灭亡 公元1235年 吴寇台在河岭 召开了 呼里乐台大会议 军议远征欧洲 一律储财 之所以支持 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主要是考虑 除了在经济上 稀图实惠 一状国力之外 也想通过 西征这一致对外的行动 来缓和蒙古高层贵族之间 愈演一烈的权力之争 于是 蒙古军进行了 第二次远征西方 西征军统 由成吉思汗的孙子 树翅之子 拔都统帅 大军元首万里 转战西途 直进入不列 也就是今天的波兰 和马扎 也就是今天的匈牙利等地 后因1242年4月 吴寇台的复告 到达了西征军营 大军才回到了国内 蒙古灭宋 统一了中国 蒙古军远征欧洲 使其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军事大国 其间 一律储财的智谋 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蒙古 原是草原游牧民族 正处于 世俗社会 向阶级社会 转化的发展时期 成吉思汗 建立在蒙古帝国 一掌 攻进马肥 兵强将勇 开墙阔土 征服了大片的领土 然而 蒙古帝国 要治理这么辽阔的国土 和多种民族 特别是文明程度 较高的中原 和江淮地区 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思想工具 是不行的 耶律储财 对吾苦台说 天下 虽得之马上 而不可以马上治啊 作为一个卓越的思想家 和谋略家 耶律储财 敏锐地看到 并及时地指出了 这一重要的治国课题 经过对古今经验的总结 他认为 儒学 虽有其迂腐的一面 但历经沧桑变化 在中国的思想保护中 只有儒学 才融会着各家的思想精华 一直成为 华夏历代王朝的国魂 也是封建王朝 延年驿诈的 治世妙方 一律储财 清醒地认识到 穷礼尽兴 莫上佛法 即是安民 无辱儒将 先进民族的思想 总是要征服落后民族的思想 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从伊律储财 从事 成吉思汗开始 一入治国的思想 就显露着在他的言行之中 如在成吉思汗时期 对于单纯的宠武思想 所进行的批驳 太宗登基 按君君臣臣的思想 确定君君 一臣的朝夷 逐步 割除屠城杀略的旧习 对百姓 施以人政等等 一律储财的这一政治主张 逐渐地得到了推广和实施 好在沃阔台是比较开明的 他对于一律储财 所进行的政治改革 多数是给予肯定的 这是约律储财在战火平息之时 加快了自己的 已入治国主张的步伐 约律储财 重奉儒术 立唱教化 当务之急便是网络人才 积极宣传 他前人寻得孔子 五十一世孙孔元错 奏请习封为 染圣公 下令收集旧礼乐人员 设置太常礼乐立官 召集明儒 梁布 王万庆等人 到东宫 讲世儒学 使大臣的子孙受读 另外还在燕京等地 建立了编修所 经级所 宣传孔孟之道 从事文化教育活动 一律储财 收集到周成 张珠等礼学书籍后 在燕京 建立了太极书院 传授礼学 一律储财 推行这些政治措施 逐渐成效 使儒学 成为维护蒙古国统治的 官方哲学 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称颂 吴国台寒九年 也就是公元一二三七年 退宗听罢一律储财 志气必用联工 守成必用儒臣 儒臣之事 也飞机数十年 孔为议成的起奏后 当即宣布 无可认儒者为官的指令 一律储财截止后 具体制定了 分为精益 慈父 论三科的 孝氏办法 命宣克使 刘忠 杨焕等人 到各地 选世儒生 这一年 便得世子 似见于人 由于大批的儒生 入世理国 加上一律储财 反复的畅兴 不但大大地改变了官云的文化结构 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有武功 向文质的转变 后来 儒生出身的太原路转运时 吕镇因贪赃王法获罪 太宗无可台 皆此 泽泽 一律储财说 孔子之教可行 如这为好人 何故 难有慈悲 一律储财 从容地回答说 不能因为 有逆子二臣 就来否定 君父神圣 也不能因为 有无耻的儒生 就来否定 孔孟之道啊 儒家学术 为统治阶级 提供了一整套 功心育人的统治术 一律储财 在指使汪宫舍大雕的 蒙古帝国 积极倡导和实施 对于完善 统一后的元朝国家机制 统一全国的思想意识 和蒙古民族的发展 都有着相当大的作用 元朝名相 一律储财 第七集 一律储财 不仅在政治 军事活动中 富有远近着实 而且在改革经济 理财富国方面 也处处表现了高人 一筹的谋略思想 蒙古 有一传统做法 将相大臣 没得屈护 也就是金朝时 只被俘获驱使的人 蒙古 沿用这个名称 除指战俘外 还有因债务或者犯罪 沦为奴婢的 或逼于租赋 及饥荒而卖身的人 往往急留在自己 所管辖的周郡 作为私有 由于王公贵族 拥有过多的驱护过多 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收入 一律储财 奏请核查全国户口 使之隶属于国家管理 禁止贵族 逆战名户 唯者当斩 沃寇台韩八年 也就是公元一二三六年的秋天 忽都府 献上各地的户籍 太宗沃寇台一时望乎所以 许诺把部分周县 赐给亲王和功臣 一律储财 急于对历史上分封制 与俊宣制的演变与斗争的 深刻了解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劝谏说 列土分明 容易引起彼此间的不满和猜疑 扩大矛盾 产生伟大不掉的弊端 不如多给他们一些金箔 吴可台说 我已经答应他们了 能怎么办呢 一律储财 为之策划了一个万全之策 由政府派起了官吏 到各州县收税 颁发诸网功臣 不让他们擅自磕争 把向地方征税的权利收归中央 也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于是制定了每五户 出私一金 以给诸王功臣 等具体的财政税收办法 大大削弱了贵族的势力 强化了中央集权 并使税制更加的健全 纳入了农牧并重的经济轨道 吴可台寒六年 也就是公元一二三四年 密金之后 蒙古君臣记忆编至中原户口 大臣呼都胡主张 以丁为户 丁也就是青壮年 一律储财 私谋深远 知出此计之弊端 中原向无以丁收复之法 一旦丁逃 则富无所生 应当按户来确定 最后采纳了耶律储财的主张 用老幼亲至轻壮 不但是户口的编制得以稳定 而且也保证了国家的税收 耶律储财极力主张 轻摇伯父 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从根本上去强大国家 公估政权 并且奏请制定清税制 有人认为税率太轻 影响收入于国家不利 耶律储财说 历史的经验证明 许多的税法最初定得轻 后来都变重了 如果开始就定得很重 后来的人民就无法活了呀 这种清税的思想 足见作为一代谋臣 目光的长远 对恢复发展生产 是有好处的 一律储财还着手制定了 有关手工业 商业和借贷等项制度 乌库台韩八年 也就是公元一二三六年 一律储财下令 对官办的手工业 进行普遍的考核 对用工用料 制作时日 及其报酬 均做出了具体详尽的规定 从而避免了工匠们 侵吞国家的资财 在借贷方面 一律储财 抑制了高利贷的势力 随着国家区域的扩大 商股的活跃 高利贷十分的盛行 农民和手工业者 为了维持生活和交纳数税 有时被迫向沃托 当时由中亚贵族 出资交商人们经营的 商业高利贷组织借债 沃托前当年本利相等 第二年把本利合起来生息 因此被称为杨高利 负债者窒息无利偿还者 经常是卑鄙的家破人亡 至以妻子为治 沃托们不仅可以私设公堂 甚至适事与官府 直来做停事 1237年 一律储财规定了借贷的政策 即凡借贷者 以本息相等作为极限 民间负债 而实无利偿还者 官府代其偿还 此项政策 在一定的程度上 大大的缓解了 因债务关系而引起的社会矛盾 在商业方面 一律储财 还在衡量 给福印 立钞法 定军书 物地转 名义券等方面 制定了不少的规章制度 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 得力措施 在一律储财的努力下 蒙古统治者 较快地适应了中原地区 高度发展的封建制度 恢复了战乱的破坏创伤 把封建经济 推向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原朝明相 一律储财 第八集 一律储财 立世成吉思汗 托雷和乌寇台三朝 长达三十余年 一直是君臣相得 一律储财 从政治国 有一句名言 兴一律不如除一害 生一事不如省一事 他失无巨细 只要与国与民有利 对君王 他都或急正或巧见 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谋略 力争得以实现 即便是涉及到君王个人 也概不例外 倭阔台八年 也就是公元一二三六年 太宗招令拣选 宫氏美女冲用后宫 一律储财 以美女足以备用 诚恐扰民为由 拒不执行 太宗开始大为气愤 但沉思过后 觉得储财 以民为重 实难可贵 并点头应允 蒙人饮酒甚盛 太宗也冉此席 实施鸣顶大罪 没此时 耶律储财 总是以 久能腐蚀铁器 何况无脏的 动情之言 见劝之 忠使太宗醒悟 不但自身控制饮酒 同时照令禁臣 每日只能禁酒三倍 正是由于这种 默逆复兴之情 能够使得君臣 相得一张 亲身兄弟 太宗在一二三六年春天 蒙古各地王爷 来河林的集会上 亲为中书令 耶律储财敬酒 并且骄傲地说 我相信你 任用你是先帝的命令 要是没有你 中原 绝不会有 现在这样的安定 我之所以可以高枕无忧 全是你的功劳啊 宴会以后 太宗在接见西域各国 南宋和高丽的使者时 颇为得意地指着 耶律储财 对众人说 你们各国有这样的人才吗 众使者拜服余地地说 没有啊 耶律公是神仙中的人物啊 太宗听罢 连声说 你们这话 算是说对了 我也猜想 必无此人啊 有一次 耶律储财 醉酒熟睡 尽有人打扰 并口出不讯 待他睁眼 见被骂之人 乃是太宗的时候 酒 已被惊醒了七分 忙跪拜谢罪 不想太宗 却仰天打笑说 哈哈 清有酒毒醉 竟不与我同乐 而后 太宗 又为他重制酒壶 君臣尽欢 耶律储财 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 可以建权国君的机会 往往因是利道 说到奇效 有一次 耶律储财 对虐口另一门派的通事大臣 杨怀中收补训问 宦官被杨买通 控告储财 善补大臣 太宗声怒之下 把储财囚禁致罪 不久 太宗感到不妥 便下令释放了他 耶律储财因事而发 利剑实测 信赏罚 正名分 给奉禄 官公臣 考殿罪 君科刹 选工匠 务农丧 定谷供 治曹运 太宗 身为他的功心所感动 准令 照此施行 耶律储财的咒义 太宗有时也不从其言 甚至是一意孤行 尽管这样 耶律储财也总是要力胜到底 吴苦台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一二三九年 太宗 历令至婚 竟将一国的课税 转手出售于巨商 为此 耶律储财 声泪俱下 吉言政见 仍为国 只好 窥然叹息说 民之困情 将自此时啊 过后 耶律储财 仍尽忠于皇上 为国事 而奔忙 对于太宗 窝扩台 史书上称他有 昆宏之量 忠肃之心 量实独立 举无过世 华夏富庶 牛马成群 吕不济梁 实称致平的政绩 这里也许有言过其实之处 无可质疑的是 这和耶律储财的 智慧谋略和精心的辅佐 是绝对分不开的 元朝名相 耶律储财 第九集 窝扩台 汉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一二四一年 蒙古国历史上的一代杰出帝王 太宗窝扩台 突然染病不起 朝廷上下 一片混乱 皇后也是六神无主 召见了耶律储财 定夺时事 耶律储财 以国运为重 他在太宗清醒之时 让其留下 以其孙 施裂门 养子 取出之子 为四的遗嘱后 又借天命 以尽人事 不识时机的 敦促皇后说道 如今 认识非人 脉官周遇 阴系无辜甚多 古人一言而善 明获退社 请认识天下的囚徒 事关重大 皇后应允 耶律储财 为保此事万无一失 当即与皇后一起入奏 得到了太宗的首肯后 便连夜宣读了社书 此举使得多人得社 大快天下 乌库台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一二四一年的冬 十一月九日 太宗逝世 皇后便与耶律储财 商议 立后事宜 太宗生前 采出美女 一入金屋 称皇后者六人 第六后 乃 马珍世 他深得 乌库台的重信 宫中有些事宜 由他主持 他生谢一死 名叫贵游 此之随军习征 尚未归国 乃马珍世 见到了耶律储财 便提起继承大位之人 耶律储财说 先帝生前 已经留下了一命 还有何疑呢 乃马珍世 接下来说 此话不假 先帝在日 曾令皇孙失恋门 为四 但失恋门年幼 四子贵游 在军未归 一时却难定义 一律储财 听其话中有话 即可说 先帝既有一命 应及遵行 言未宜 忽听有人言 四子未归 皇孙丧佑 何不请母后称之啊 储财是之 乃是乌克台韩 生前必辰 名叫奥都赐河满 储财道 这事啊 还需审慎 乃马珍世笑道 暂时称之 量意无妨啊 耶律储财 兼他两人 一唱一和 早已经有所商定 一时是难以阻 值得徐徒量策 这以后啊 耶律储财 与乃马珍世 进行了不懈的争斗 乃马珍世 虽对他痛恨至极 但因他是前朝宣救 且浮望朝野 不但奈何不得 还不得不敬畏他三分 乃马珍后 尽奸细而远忠臣 他宠信 回湖俱伤出身的 奥都赐和满 以为相国 此人 习因众讳 乃马珍后 才得以专权 众廷臣 虽然忧愤 但 未但此人 多不言则 使得此人 愈发不可一世 乃马珍后 临朝听政以后 朝政紊乱 国是日非 他竟将 该有预保的白纸 交给了 奥都赐和满 由他自行 填写官职 善发政令 耶律楚才 面亲皇后说 天下 是先帝留下的天下 任用大臣 朝廷原有章法 现在文乱制度 臣不敢奉赵啊 经过耶律楚才的 据理力争 此事 已收回止信 虽告终止 可是过了不久 乃马珍后 又下一旨 凡是 奥都赐和满 建议之事 令史不记录下来 就要断守 耶律楚才 挺身而出 正见到 国家典故 先帝 西围老臣 与令史何关啊 如建议合理 自当奉行 如不应实行 死都无法 何况断守啊 乃马珍后听霸 怒行于色 但耶律楚才 毫无聚色 反复的身辩 慷慨陈词 老臣 侍奉太祖 太宗三十多年 皇后岂能无罪 而杀害老臣 乃马珍后 瞠目结舌 一时已无可奈何 乃马珍后二年 也就是公元 一二四三年 乃马珍后 曾动议 蒙都西签 乃马珍后 又是一番凯言 朝廷 唯天下的根本 根本若谣 天下 岂有不乱之力啊 乃马珍后 不复 言千都之事的 乃马珍后三年 也就是公元 一二四四年 乃马珍后三年 乃马珍后三年 因九世朝纲紊乱 国运不振 在万分的 忧思伤神之中 暴恨常事 足年五十五岁 一律储财时候 身后仍有一些 搬弄是非的人 诋毁他说 一律储财 任宰相的时间那么长 这天下的贡献 恐怕呀 半数以上 都落入他的私门了 乃马珍后 于是命了金晨 到一律相府去搜查 结果 违剑十几把软琴 古今书画 今时即一文数千卷而已 众人看过 更是叹服其连 一律储财 皮肝力胆的为蒙古远征西域 用兵金颂 云筹划策 表现了高超的军事质谋 对于统一王朝的创立 立下了汉马功劳 他畅兴儒学 制定制度 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 安定人民 建树了不可磨灭的 丰功伟绩 显示出了杰出的政治才能 和经济套略 他的强政桥件 又为后人提供了对国事尽忠尽致的楷模 作为元朝的奠基者 一律储财 不但公垂青史 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 罕见的智谋名臣 后人评价他说 草窗万有 传于百度 兴离岳于板荡之际 整诗书于未够之鱼 俯服黄牛 精伟正体 便刚割而阻斗 以荒服而衣冠 作朝廷之汉 为社稷之阵 牢笼屈下 载至山川 甚至以周朝的周公 赵公作狱 足见人们对他的爱戴敬仰之情 元文宗至顺元年 也就是公元1330年 隐约律储财 由左运经国励志之功 追赠他为太师 上驻国 追封广宁王 世号文正 清朝乾隆年间 遵他为保贤券中 在北京的颐和义员 为他见词塑像 十分之后 不见词苍 那么 帢阅 明镓